男人掀开小美的衣服 接着将烟头贴在她的肚皮上 惨叫声瞬间响起 外边的妹妹听到后 只能无助地捂住自己的耳朵 姐们俩这是遭遇绑架了 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 用来换取短暂的喘息 几天前 小美和妹妹去相亲 遇到两个不错的帅哥 心动不如行动 年轻的姐妹花响都没响 就上了兄弟俩的小皮卡 四个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一路上摇摇晃晃的颠簸 难免会有擦枪走火的动作 终于到了兄弟俩的家 可这里也太慌疲了吧 小美不禁起了一心 当看到一位慈祥的老太太 亲自出来迎接后 她心中的一律彻底打消了 人始终是视觉动物 任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看起来慈眉善目的妇人 居然心肠歹毒 只见姐妹俩吃下老太太做的点心 小美忽然感到身体不适 接着视线模糊 他们知道自己重疾了 赶紧往外边跑去 可是兄弟俩会放过他们吗 下一秒 俩帅哥扛着战利品 胜利归来 不知过了多久 妹妹醒过来后 发现自己被绑在集装箱内 这里四处无人 看起来阴森恐怖 姐妹俩这才明白 是遭遇绑架了 就是不知道劫财还是劫色 情绪崩溃之下 他们不禁放声大哭起来 希望有人听到呼救声 将他们带离苦海 然而 救兵没有到来 先来的却是绑匪兄弟俩中的小帅 只听小帅说道 这里是私人承包的山谷 别想有人救你了 就算喊破天 也不会有人来 这肆无忌惮的言语 彻底浇灭了姐妹俩的求生欲 这时 一名警察举着枪突然出现 难道老天爷开眼了吗 所以才会派出这位救星 来拯救姐妹俩 令人遗憾的是 刚才还在和绑匪对峙的警察 下一秒就细皮笑脸 和绑匪兄弟谈天论地 就算脑子再不好使 姐妹俩也知道 他们是一伙的 警察看中了妹妹 用力拍了她一下 随后进入铁皮箱中享用起来 完事后长呼看一口气 好像在说真舒服啊 铁皮箱内的妹妹静静地躺着 看样子是经受了非人般的折磨 也许是出肠禁果 她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 这样的日子 看来会是家常便饭 就是不知道身体吃不吃的消 姐妹俩找到小壮 二话不说往人脸上扔东西 接着将插满钉子的棒球 疯狂向着对方的脸上进去 这仅仅只是开始 随后姐妹俩 将小壮挡在桌子上 拿出亲手制作的三叉戟 朝着对方的臀部下方 奋力地刺去 听着高空的声音 就知道小壮的酸爽 原来她失去了男人的大宝贝 余生只能蹲着上厕所了 她的悲剧是自己造成的 当初姐妹俩只是去乡了的亲 却遭到人贩子绑架 来到鸟不拉屎的鬼地方 森林里传出野兽的嚎叫声 绑匪听后 立马将黑色头套 罩在两姐妹的脑袋上 并警告他们 如果私自摘下 就会有性命之忧 只见一个戴着猪头面具的 神秘人出现 小美万分惊恐 好像见到平生最恐怖的事 连带着妹妹也惊叫起来 可惜无论他们怎么求饶 都改变不了接待的命运 接着神秘人将她带进集装箱 随后铁链就拉扯进去 可以想象里边正在发生什么 战斗结束后 妹妹跑进去安慰小美 她问有没有看清对方的模样 此时 小美因惊吓过度 再加上身体上的创伤 不停地哭泣流泪 说自己只看到对方 手上有一个十字架的纹身 不能再被动下去了 妹妹决定要做点什么 这天绑匪团伙有失外出 只剩下卷毛男守家 妹妹瞅准时机 有一搭没一搭的 和卷毛男聊起天来 接着走上前脱下衣服 以火辣的身姿诱惑对方 卷毛男终究抵挡不住诱惑 在和妹妹聊骚的时候 被咬破气管 当场领了盒饭 就这样 解决完守卫 两姐妹打开了手上的镣铐 他们开着绑匪的车 上了回程的路 中途碰到散步的姐妹花 车子忽然停了下来 两姐妹对视一眼 仿佛心意相通似的 两人走进五金店 购买了斧头锤子等大杀器 对付这帮灭绝人性的货色 就是不能客气 以弱伯强当用尽全力 姐妹俩当着老太太 回答她的小孩子 一下不过来 再多来几下 像打开手一样 简直不要太解压 这还不算完 姐妹俩又来到大儿子面前 玩起了新花样 她让对方做出一个选择 要么接过母亲 要么自己领盒饭 好在大儿子人性未敏 没有痛下杀手 跪地祈求姐妹俩 放过他们母子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只提到强枪起来 大儿子去喝西北风了 老太太此事痛不欲生 然而 咱怎么就觉得那么酸爽 原来这个长相慈祥的老太 并不是什么好人 她伙同自己的两个儿子 诱拐妇女从世性服务 逼良为娼 桑尽天良 有此结果 那是上天开眼 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老太太忠因她的罪恶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接着 姐妹俩路过一个教堂 发现神父手上的十字纹身 这不正是那个 戴着猪头套的神秘人吗 如今见到仇人 分外眼红 小美没有多余的话 拎着一根棒球棍 就闯进了教堂里边 虚伪的神父 看见来者只是小美一人 心中不禁有些轻视 当初在集装箱里 能把你绊了 现在在我的地盘 更能将你再绊一次 不惯着她 妹妹从身后一个棒击将她打晕 随后他们开车 来到加油站 将买来的汽油 尽数交到神父身上 最后点燃火焰 结束这名肮脏的教徒 故事的最后 复仇姐妹花 拿着仇家的战利品 开始了属于他们的世界之旅 可是路边的相亲广告 却依旧没有停止 不断有年轻貌美的女孩 正在迈向深渊